你住在台灣多久? 15年 哇!好久了! 如果你也覺得很久 你可以訂閱、按讚 免費 而且可以養一個很可愛的阿兜阿 自說的 OK!很靠北的阿兜阿 靠北 你住在台灣多久? 嗯...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現在沒有這個西方人的臉孔 而是一個亞洲人的臉孔 比如說我的臉就是蔡亞嘎 或是彭語院 我住在台灣15年 你會很驚訝嗎? 你會說 哇!好久了! 嗯...你想想看 應該沒有吧 如果真的蔡亞嘎跟你說 我住在台灣15年 你會說 其他的觀眾 那是正確的用法來用 撒小這個詞 而不是打招呼 不要瘋了 那為什麼 如果你們看到這樣的臉 他跟你說住在台灣15年 為什麼你驚訝? 有沒有想過? 那我告訴你喔 因為你們不習慣看到西方臉孔 是永久住在台灣 對你們來說 阿多阿 一定是暫時住在這邊 除非有一個很特別的理由 比如說台灣女婿 OK OK 我懂 但是什麼時候你要回去西方亞 我跟你說齁 永久的意思是 永遠是不會回去啦 我會想要在這邊長大了 我本來是小帥哥 現在變成乖叔叔 那我會想要變成阿公耶 我想要每次去醫院拿藥 我想要路上走路的時候 你必須讓胃 我想要一勞買勞 我想要早上免費去健身房 我也想要跟少年人說 他們應該要幹嘛 也想要每天都去公園來運動 對 我想要變成台灣的阿公 所以拜託拜託 不要再問我 我什麼時候要回去西班牙 但是難道歐洲不是比較好嗎? 為什麼你硬要住在台灣? 沒有 歐洲沒有比較好 以前西班牙的社會福利比台灣好 我還是搬到這邊 以後呢 我非常懷疑 西班牙的生活福利會比台灣好 你住在台灣是因為你結婚嗎? 沒有 是因為你的工作嗎? 也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很難懂 但是我住在台灣是因為我喜歡台灣 我住在台灣的原因就是台灣 但是還沒有結婚的外國人可以住在這邊嗎? 不簡單吼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東西 叫做永久居留政 你不需要結婚 你就是可以住在這邊 謝謝台灣政府 所以你不會離開台灣嗎? 其實有一種可能 如果中國進入台灣 然後台灣已經不是台灣 然後我覺得中國會讓我坐牢 或是直接把我殺了 那應該不得不逃亡 不好意思啦我還是喜歡我的生命 我很珍惜我的生命 不過希望這件事永遠不會發生 但是這件事靠你們喔 我已經在努力了 好 今天的影片比較簡單 不過因為我每天都被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要跟你們分享這個想法 記得如果你想要養一個阿朵 不管你覺得他很靠北 或是很可愛 或是靠北可愛 拜託拜託 訂閱 跟按讚 下個禮拜 見 我想要依賴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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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依賴 依賴賣賴 我想要依賴 我想要 我想要依賴賣賴 謝謝大家